猛力一揮打擊出去 選手奮力跑上壘 雖然心智上有缺陷 但是全力以赴的精神 以及打棒球的樂趣 和正常選手完全一樣 運動平權 这是伊甸基隆区 在七堵長青国小 为基隆区四处小作所的伙伴们 所举办的乐乐棒球友谊赛 也为伊甸在八月份 为全国小作所举办的 乐乐棒球赛暖身 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 乐乐棒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可以让大家亲自的体验 打棒球这样的一个乐趣 也祝福大家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训练 和这个律动的一个结果之后 可以勇敢的 然后上我们这个锦标赛进军 包括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以及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杨玉昕 国立基隆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林子健 和国立基隆商工校长洪光贤 以及伊甸志工处处长黄雪香等人 都亲自出席参加 希望今天我们的这个棒球赛可以顺利圆满 如果大家有需要跟我们的资源 我想我们政策上 基隆市议会或是我同志委 都可以来协助大家 我们一起把我们这份温暖 跟大家一起努力的心留在基隆 我们一起永续发展你知道说好不好 好 我们的活动都是我们很期待 而且能够让我们的弱势 还有肾脏服务有一个新的可能性 那在这里再次感谢意念的背心 那祝福今天我们的活动圆满顺音 谢谢 议长童子卫以及代表市长谢国良参加的 社会处长杨玉昕 先后为比赛开球 童子卫直接跟选手们急张打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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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行动不变的社会处长杨玉昕 则是停留在场边观赛 为选手们加油 伊甸在基隆区总共有四处的小座所 提供年满18岁以上 心智障碍朋友学习手作物品的场所 目前四处小座所的伙伴们最年轻18岁 最年长的有53岁 伊甸基隆区也分别制证小座所的手工艺品 给议长童子伟和社会处长杨玉昕 感谢基隆市议会和基隆市政府 对伊甸小座所伙伴们最大的支持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